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做師傅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鮭魚的芥末紙燒 芥末紙是一個西餐的料理 那我們首先來爆香 我們先有一點油下去爆香 我們吃鮭魚油好的魚油 我們樂鍋樂油爆蒜頭 蒜頭跟洋蔥先下去爆 因為畢竟這個香料要讓它香起來 好 然後我們今天用的醬料 就是這種芥末紙醬 一般西餐用的這個都是 大部分都在我們講的燒製的當中 用魚來燒的時候 其實芥末紙醬 它會帶有一點點酸辣的效果 因為它是用醃漬的 我們在炒製當中 它這個香氣上來了 好 我們番茄 番茄也要稍微炒一下 因為番茄它有茄紅素 在炒番茄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紅通通的 就表示已經它的香味都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很簡單 我們把我們的紅洗菇放進來 我們的公可以下來拌炒 對 稍微炒一下 讓它甜分跑出來 之後我們就加上一點點的水 好 那這個水 我們差不多加一碗就可以了 好 因為我們要讓那個蔬菜的甜度 跑出來 所以我們加一碗的水進來 好 然後我們不沾鍋要先煎魚嘛 對 那為什麼要用不沾鍋 把它魚煎一下 因為魚它本身有魚油 對 那如果你沒有把它煎過之後 它會就是會比較沒有那種香味 對 所以我們放一點油在裡面 我們稍微煎一下 所以師傅要把鮭魚的魚油煎出來 逼出來 而且剩下的油順便煎結瓜 對 這樣香氣就整個香 對 那在切這個鮭魚的時候 我們其實肉是切條狀 我們沒有切塊狀 切條狀的原因是 我們在吃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口感 在切鮭魚的時候一定要 我們講一定要直切 不能橫切 因為橫切的話 肉會整個散掉 對 所以一定要直切 要不然你就會像這樣子有沒有 會整個開 所以你直切的時候 它肉就這樣子有沒有 黏在上面 鮭魚熟成非常地快 所以你在煎的時間 不能超過一分半鐘 你只要讓它全部 有稍微裂熟一下 那它油會跑很多 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藉著它的魚油 直接下鍋 然後稍微煎一下 它就 現在聞到那個鮭魚香 都整整出來了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這個把它打開 它這個香氣出來了 然後鮭魚 煎好的鮭魚 就直接把它倒進來 它這個香氣就在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下什麼 我們來煎這個節瓜 對 然後節瓜 它有一個鮭魚的那個香味 對 那尤其是節瓜 你在這樣子烹煮它沒有味道 那你經過這樣子一煎的話 它的整個香氣就會出來 所以韓國人喜歡煎節瓜 對 要不然就烤 那個地中海料理就會烤節瓜 對 大部分都是用這樣的一個形式 可是當你煎過之後下來之後 它的味道就會非常的香 這時候我們的芥末紫醬 我們要加芥末紫醬兩大匙 我們的芥末紫醬在這裡 是調味我們所有的其他食材 對 它芥末紫醬下去煮的時候 它帶有一點酸氣 可是它吃起來有一點點甜分出來 然後有一點點辣辣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時候我們下調味料 少量的醬油 大部分都是加紅酒跟白酒 我們下醬油 第一個我們的米酒 就是用中式的感覺 芥末紫醬跟醬油米酒 對 這樣的感覺 它吃起來都有一點點 中式的香氣出來 少量的糖 對 然後這個少量的一點點的糖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煎的時候 你看我們的結瓜 我們今天買的結瓜會比較大 因為大的結瓜 它在烹煮的時間會比較長 小的結瓜它烹煮時間比較短 所以你自己去衡量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煎得有上色 有焦香 有熟 這樣子香氣就會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它倒進來 一樣一起下去煮 好 因為你經過煎製的時候 它的結瓜的香味跟我們的魚的味道 都完全在裡面 然後這時候在攪拌的時候 千萬記得那個魚很容易就散掉 所以我們在用我們一個推製的一個攪拌法 然後把它攪拌開 用筷子推它 不要讓這個海鮮散掉 對 這個時候我們加上一點點香油 好 香油 讓它香油有一點香氣 那我們這時候要燜煮一下 它燜的時候 它的蒸氣上來差不多已經好了 那好了之後 它的結瓜的翠綠度就整個都出來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蛋 因為我們不用太白粉去勾芡 我們用蛋下去稍微把它做一個 合制的一個動作 把醬汁整個有一個濃稠度 好 然後這樣淋上去 哇 對 所以稍微推一下那一個蛋熟了 對 然後就滑手了 然後我們一定要放上一點點的 中式的香菜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對 其實若師傅把所有的食材 切得還滿大塊的 那它的鮭魚 我怕咬下去會不會說很澀 不會 它加了一個滑蛋下去之後 它整個那個絲滑的口感都跑出來 其他的那些像一些番茄 櫃 可以咬下去 那些植物的那些所有這些蔬菜的 那個鮮甜味整個都爆出來 這兩個搭在一起真的非常非常搭 真的很讚的一道料理 大家打完疫苗之後 最怕一件事就發燒 那到底發燒 打完疫苗的發燒嚴不嚴重 要不要趕快去看醫生 我跟大家講一個案例 我今年大概6月 他們把那個疫苗發到我的洗腎室 我大概100多個洗腎室